嗨 今天我要來介紹我們家茶花 因為茶花開了 所以來照一下我們家的茶花 這一朵是紅色的 然後過年前那時候還有天香茶花是粉紅色的 然後我們家有好多盆茶花 非常多盆 然後到了快要冬天或冬天的時候就給他們加肥料 之後他們就會開 但是有時候風太大會把花包吹壞了 就是吹掉了 然後他們花包掉了就不會開 你看這很漂亮吧 所以趕快拍一下 因為茶花一般來說都蠻貴的 就是要三四百塊 所以我們家起初種的時候是有買三四百塊的那一種 一盆的三四百塊的 但是後來種久了以後呢都是買苗 苗的話是五十元到一百元 然後種苗的話種個三四年 他就會開始開花 所以呢 要讓那個家裡過年的時候 或是過完年春天都有茶花開的話呢 就是家裡要有好幾盆 到時候他們長大的時候就會輪流開 然後有些有開 有些沒開 然後你就可以享受茶花 那這個茶花我真的覺得很好照顧 這裡也有一個花包 基本上他們都會開耶 而且他們的 對土的要求 只土就是這樣 然後 就是田園土加培養土 然後 種了差不多七八年到十年以後 他的那個 他就開始不太長了 那時候就要開 換盆換土 我覺得茶花真的算 比官葉植物啦 或是多肉植物比起來 他們算是非常好照顧的 那他的照顧的重點就是你要 可能要去買不同的好幾盆 然後輪流的種 然後就是好幾盆 家裡不要只有一盆 因為有時候他有開 有時候沒開 那你家裡要只好幾盆的話呢 他就會有一些會有開 對 然後茶花呢 我覺得有一個現象就是 白色的特別貴 白色的就是要四五百塊 然後白色的 茶花比較不好種 因為我有種過 就是有時候他有開 有時候沒開 但是 紅色跟粉紅色呢 就是年年都會開 好 所以這個 非常的漂亮 我就拍下來做紀念 謝謝各位 掰掰